对抗新冠疫情两年半 最折磨士气的不是病毒 而是后方不能体会前方的心情 入骨的说 作者报数字 事实上不可能了解数字背后代表的意义 以2022年5月的情况为例 前方的情况是 人民在排队 药师很辛苦 医护人员更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休息 区籍关怀中心忙得不可开交 而中央指挥中心 在Omicron变异株在全球肆虐的同时 改变了防疫政策为与病毒共存 柯文哲市长在三月多就研判 台北市很快在四月份就会达到 每天上千例、五千例、一万例 而这些迹象果然从四月中就开始发生 没有料到的是 变化来得太快 中央政府完全没有准备好 随着民众开始用自行快筛 拿着快筛羊的试剂 到医院急诊室去排队 当时我发现 我们的急诊室 有快筛羊的民众 还有一般的民众 急诊室门外 还有一大堆的路人 也在那边穿梭 我们认为这样交叉感染的情况 更为严重 所以我们立刻要求 各大医院成立所谓的防疫级门诊 把快筛羊的民众 单独一个线道让他去做裁检 PCR同时也给他用药 这都是当时中央还没有同意快筛羊 视同确诊 我们一再地呼吁中央找了一大堆理由 一直延误不愿意做这样的处置 当我们的医院急门诊发现 也已经不够让这些快筛羊的民众去排队以后 我就开始跟市长报告 我们应该要来做相关的车来塑 把急诊室需要的民众 我们希望他用车来塑的方式 民众不需要再到医院急门诊去排队 而是自行开车 到我们的车来塑去做裁检 那我们同时在车来塑里面 做PCR看诊加上给药 车来塑设置的第一个站是市北科 一天大概就是八百到一千 三天就满了 所以我们就立刻开设了第二个筛检站 是木扎机场 它有大概也是一千二 也是两天就满了 所以我立刻成立了第三个筛检站 是中正纪念堂 它一天可以达到一千五 这几个筛检站承担了台北市当时 最大量能达到将近两三万人 如果这三万人都集中到医院的急门诊去 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可是后来中央政策终于采行我们的意见 把快篩羊视同确诊 民众不需要再做PCR 我们做PCR的需求大幅的降低 改变了这个制度之后 才让整个医院的量能能够降下来 这些过程听起来很合理 但是实际执行却必须要快速立竿建议 我们的防疫团队就像变形金刚一样 必须随时跟着当下的状况立刻做调整 而这些状况都不是来自于病毒 而是来自于中央 来自于做着报数字的那些人 每次做到这里 我总是对于防疫的同仁 既感激又骄傲 嗡嗡嗡情做工的团队 能够不输给变形金刚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必须今天解决今天的状况 因为明天一定会出现新的问题 台北要持续不断的前进 解决每一天的状况 随时准备迎接明天的新问题 请支持我们继续 嗡嗡嗡请做工 台北 keep going